请不考的怎么样啊 男朋友都有了吗 月收入多少啊 准备生小孩了吗 哎呀我女儿都已经二胎了 姐妹们 马上呢就要过年了 新的一年 虽然我一成功人士只达到了成人 0月500万呢 还差个0 唯一还算值得炫耀的东西大概就是 有两只猫吧 虽然啥啥都比不上邻居家的小孩 但是没关系 论美貌我们千万不能输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我就要教大家来画一个 简单 沉稳 优雅 让三姑六婆看到你的脸 也无话可说的 爱年妆 其实要画一个让三姑六婆都满意的妆 真的是 非常困难的事情 画简单一点的妆呢 要被说 小日可真是这些年一点都没有长大呢 画得浓一点呢 又要说 哎呀你这个眼影看起来就像被打了一样 什么都不换呢 又要被说 哎呀你到这个年纪了 应该要学会打扮一下自己了 那么今天呢 我就要教大家来画一个 又可以符合过年这个写情的气氛 随意中又不乏精致的一个妆容 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每次呢 我本来想等我的脸就是 好一点了之后再来录视频的 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的脸还是这个样子 为了维持住我周更up的形象 所以 赶紧 今天我们要赶上我们的 新年妆容 今天的体装过分用到的是这一只 桌霞盘呢 用到的是这个看make的 是我一直在用的 好用 便宜好用 我这个黑眼圈可能 主要还是 肋勾的问题更大一点 因为我遮完之后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到有条勾 然后我们来定一下妆 好 修容量比较重要的又是这块妆 因为要见长妹 所以 我们修容 就不要打得太狠了 自然为可 自然为可 自然一点 下手太重了 怎么办 把方法的粉底补一下 眉毛要用到的是这只很久没有出场的自然堂的六角眉笔 经过了一百遍的调整 我的眉毛终于画完呢 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要说 大不如你的眉毛画的好使啊 对不起 眉毛真的太难画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画眼妆部分 怎么看 我觉得我的眉毛不是很对称 嗯 哈哈 算了就这样吧 为了更加符合过女的气氛 我们来画一个 带一点红红的红棕色的眼影 我们还是先用一个这种 比较肉的粉色给眼皮 大面积的铺一下色 挑一个红色 我用的这个是一个砖红色 这个红色还是挺低调的我觉得 然后下眼影用到的是这一块 这一块是一个带一点闪的红 红棕色 我的妈呀是这样的一点色 眼线呢今天用到的是一个 这个是魔法森林的 它是一个棕色珠光的 就它画出来的话是这样子的 今天眼线画得比较细 就是细细的一条 我们稍微在睫毛根部再补一点 这个眼线将画出来它的特点就是 画完之后它很自然 不会有非常锐利的线条感 然后在眼睛中部就可以加一点这种 珠光金金色 这个是一个金棕色吧 加太多的话呢肯定就要 又要背所有次往眼睛进去 哎我不想 下睫毛用到的还是这一只 睫毛膏 大家已经非常眼熟了 因为我弄了好几次月 刷完下睫毛之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稍稍的 添两根 填补在空缺的地方 我们的眼妆部分就完成啦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眼妆非常的简单 今天腮红用到的是这一块 这个是故宫的腮红 然后然后是一个帐脸 一般现在像我这个年纪我要见长辈的话 我就会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 就更加年纪大一点 符合我这个二十多岁的这个妆容 然后腮红的话我就会打得稍微高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这样斜着打 然后的话就可以不用打得很多 稍微提一提计算就好了 一面高光 用配套一点的吧 这个然后里面是这样的 就提亮一下颧骨 颧骨高的人呢会让人有一种就比较的成熟 比较的 在干脸刻薄你的感觉 你一定要比三姑六婆更刻薄 这样他就不敢说你什么的 口红的话呢 建议选一个比较红一点的颜色 毕竟过年了 大家都要喜庆一点是不是 最好呢又不能是太暗红的那种 就是要看起来一个比较喜庆 比较优雅一点的颜色 然后今天呢我有两个推荐 哥是这个 这一支 这支香奶奶的58号 一个比较低调的红色 这支呢它就是一个比较 嗯 沉稳的红色 就又不会太艳 然后又没有太黑 感觉是我妈妈会喜欢的颜色 它现在这个妆现在 不适合我这个双麻味了 把双麻味拆下来 然后还有一支呢 是受到广大网友称赞的这个 完美日记的小酒罐H14 这一支颜色我觉得 确实蛮是个过年的 这支颜色的话就感觉 比刚才的那支看起来更加的 温柔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 这种 镜面的 看起来更精致一点 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 刚才的那支更适合多年 然后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头发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长辈一定是 非常讨厌我这头蓝色的头发的 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 把我这个狂浪不羁的蓝发 先收起来 然后有必要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稍微的 把刘海凉起来录一下额头啊 因为我从小 我的长辈就说 额头大的人非常有福气 我现在呢 大家看到我这个额头 它那么高 在长辈眼里 我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福气的人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戴点红色的帽子 这样就会显得非常喜庆 非常讨喜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妆容就是这样了 希望大家画着这个妆 三姑六婆都真正给你介绍对象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如长按点赞点 或者是关注一下我都是极好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出席少女志 那么祝大家过一个好年 拜拜